美国断供手机芯片后 跟着又断供了谷歌 设计软件等多项深度和华为开展的合作 美国的意图很简单 就是要断了华为的出路 为此 华为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华为在短时间逆袭城王 完成了4000多个电路板的开发 逐渐用上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和语言编辑器 就连数据库也用的是自己研发的 华为用一条艰难的路 向美国证明 在他们的强压之下 华为只会更强 不会被打败 然而 台积电的断供让内陆陷入一场芯片危机中 国内还不具备完整的14毫米芯片生产工艺 我们的芯片停留在了28毫米上 随着美国强压 WOPP也停下芯片研究 WOPP已经投入500亿进去 员工人数更是高达3000人 参员后 这个项目彻底关闭 业内人士表示 高端芯片对于中国 依旧是一项卡脖子的研究项目 更让人意外的是 美国又发出条令 表示可以向中国供货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打压了那么久华为 又同意高通芯片供货给华为 这到底是打着怎样的算盘 2023年年初 美国表示任何有技术性的产品 都不能供货给华为 这意味着 高通英特尔的芯片都彻底对华为断供 不过 高通为了自己的销量 多次向美国高层申请 想要恢复供货 经过一个月的协商 高通得到许可 可以对华为供货 不过 美国恢复供货的目的 绝不是那么简单 至少有两个关键点 美国想要恢复供货 是想要帮助高通抢占市场 在高通芯片销售受阻期间 日本的联发科芯片迅速崛起 短短半年时间销售量就超越了高通 占据了市场38%的份额 如果继续下去 那日本的联发科芯片 将会成为下一个高通 所以 美国想要借刀杀人 利用华为的净货量 提高高通的市场份额 缩小联发科占据的份额 另外 美国也可能是在玩釜底抽薪这一招 华为前景可观 海思也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中 7000名员工更是卖力的工作 只想保住自己的饭碗 而美国这一举动 无疑是想要华为被迫放弃海思 放弃芯片研发 一直依赖高通 为高通创造业绩 这样 华为只要不研究出芯片 那美国就能一直拥有掌握权 那任正非又是否知道美国的套路呢 对此 任正非表示 自己会留下海思 继续芯片研发 如果美国供货 那中国拿到芯片后 会加快速度研究 总有一天 海思会做出自己的高端芯片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是美国打压的重点 在美国芯片还未成绩后时 日本已经有了高端芯片 他们更是在国际上号称自己是半导体国家 半导体成为了那时日本的重点产业 但是短短的十余年后 美国却强行要求日本 签约美日半导体合约 要求他们共享技术 一起发展 技术一旦共享 相当于日本没有了底牌 果不其然 美国拿到技术后 高通和英特尔公司迅速崛起 同时日本也宣布对中国限制供货 据悉 这个要求也是因为美国那边施压 他们不得不限制供货 结果 美国玩了一招釜底抽薪 日本限制供货 高通却加大供货 成为中国第一大半导体供货商 高通对中国恢复供货 我颇又停止芯片研发 国内能够完成芯片研发的公司 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国芯片何时能不被人卡脖子呢 按研究速度 未来十年里中国芯片将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发展时期 当然国家已经加大力度做自主芯片的研发 人工智能方面也在加强科研范围与创新能力 或许我们能比预想中更快研究出与高通芯片一样占据优势的芯片 由于外部环境发生改变 进入2019年下半年之后 华为智能手机业务的出货就受到了芯片供应的影响 当时华为智能手机业务的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 正隐隐有着反超三星成为全球第一的趋势 而伴随着谷歌GMS服务授权的中指 以及芯片的供应问题出现 华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开始快速下滑 由原来的全球第二下滑出了前五名的位置 为了消除操作系统以及芯片的问题 华为布局了鸿蒙波S系统 并通过高通供应的4G芯片来生产手机 今年上半年高通方面对出货华为4G芯片的问题进行表态 其明确表示将继续供应4G Wi-Fi等芯片产品给到华为 同时华为也发布了官方认证的二手Nova 8C 其搭载了麒麟710类系列处理器 进一步提升了华为手机在国内市场的份额 至于华为自研的鸿蒙OS系统能否存活下来 也终于有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刚刚数据统计机构Counterpoint发布新数据 其数据显示 华为鸿蒙OS系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了8% 全球市场也超过了2% 市场份额已经卖过了一款操作系统的生死线 并顺利成为了全球第三的移动端操作系统 当然 现如今华为鸿蒙OS系统的快速发展 与华为方面在各领域的资金投入密不可分 据了解 华为已经打通了国产手机的产业链 成功解决了手机零器件到成品组装环节的诸多问题 高通之所以答应向华为供应4G手机芯片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由于华为对国内手机厂商的影响力 已经超越了高通的预估 若不肯供应4G手机芯片给到华为 就会迫使对方更快地解决中低端手机芯片的供应问题 届时 高通在国内市场相关产品的销售就会受到影响 并且 之前与华为达成的5G专利交叉授权可能也会被迫中止 所以说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 高通坚持了向华为提供4G手机芯片 而华为方面则在布局国产芯片的供应链 计划通过国内的芯片代工机构来恢复部分芯片产品的量产 对此 华为于成东曾公开表示 我们有质量地活下来了 首先 华为鸿蒙波S系统通过高通4G芯片的供应 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的体系 眼下华为借助高通的4G手机芯片来发布新品手机 不仅提升了手机市场的份额 还进一步推动了鸿蒙OS系统的发展 其次 华为深度布局国产供应链 在采用高通4G芯片来发布旗舰手机时 华为也在着手解决芯片自主化的问题 未来华为将通过国产芯片的供应链 彻底解决部分芯片产品的供应问题 逐步消除对高通手机芯片的依赖 这无疑是在走华为曾经走过的路 当年 国内缺少自主芯片的设计公司 华为海思从无道友 做到了全球前十大IC设计厂商 与之前不同的是 如今华为的体量更大 研发投入的资金更多 所以 华为当下在布局的国产芯片产业链 技术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 华为孟晚舟表示 预计2026年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 将达到3.4万亿美元 华为目前已经布局了DRP系统 并且 还发布了自主可控的DRP系统 Mate ERP 这相当于华为已经找到了一块新的万亿市场 可以有效减少企业营收方面所带来的压力 综上所述 正如于成东所说 华为有质量地活下来了 鸿蒙波瓦斯系统的转位为安 以及华为在新能源汽车 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布局 多影响着华为未来的高速发展 华为集团是我们国家非常知名的企业 它简直是国之己量 在19年之后 虽然被美国政府强烈地打压 但是却依然在发展芯片 孟晚舟的事情就足以证明了很多 美国它不允许任何企业向中国供应芯片制造的 就是说华为当初即将失去核心技术 但是鸿蒙系统却改变了所有 这个系统标志着中国的一大进步 也是华为的一大进步在开展之后 它就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发布 华为也把这个系统运用到了很多电子产品上 大家的反应都是非常不错的 下一步我们需要提高的是它的稳定性 还有安全性 因为安卓和苹果的系统是目前最流畅也非常成熟的 如果说鸿蒙系统想要占据优势的话 那它就需要在开发过程中下更多的苦心才能够超越 其实最近有关于别的行业的一些芯片已经在逐步发展 我们国家需要对芯片行业自给自足 这样才能够摆脱美国的控制 而华为也认为芯片这项技术 对国家以及自己的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们也在不断发展自己的麒麟芯片 为的就是能够在软件领域内有更多的话语权 在2023年的时候 华为P60已经开始发售了 目前使用的是鸿蒙系统 大家可以购买手机去感受一下 但是现在包括一些平板 以及其他的智能产品已经在用这套系统 所以说它应该走向了成功的道路 并且也吸引了很多的合作伙伴 但是距离苹果系统还差多久呢 首先在界面方面设计 苹果是要做的比较好 但这也是可以超越的 另外鸿蒙系统也可以和更多的设备去连接 不具有闭塞性 华为的鸿蒙系统是有这样一点优势的 它可以弥补麒麟970芯片的一些劣势 并且读写速度也非常的强 在通话过程当中也很高清 支持的传输文件内容也比较大 这些都是苹果和安卓系统不能带给我们的 像是鸿蒙系统 它的分屏功能也很好 还可以非常好的压缩文件 能给我们带来比较好的使用体验 而鸿蒙系统最近也又开始升级 美国很多企业将对华为进行全面封锁 华为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但是任正非也开始多元化布局 使用美国的零件变得越来越少 大部分都采用了国产零件 这是非常好的趋势 而且国内也有很多老总在跟美国对抗 开始逐步支持华为 华为在2023年已经重新开始量产麒麟芯片了 它是由华为自身研发的芯片 并且在99%的范围内都使用了国产的东西 它可以缓解无线耳机的延迟问题 会给普通人带来极大的便利 而整个芯片的产业链也将有一个更新的发展